大家好,我是泡泡 最新消息,人社部财政部近日发布 2023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上调3.8% 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上调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基本养老金的上涨将提高老年人的收入 从而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 这将使老年人更有信心和精力去参与社会 提高他们的幸福感 第二个作用是改善消费情况 上涨的基本养老金将促进老年人的消费 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机会 特别是在服务医疗和旅游等行业 退休人员的腰包鼓了 晚年自己的消费底气得到了提升 也间接推动了经济 这不,你看今年五一旅游大爆发 退休人员是绝对的主力 我朋友,他五一去了一趟云南旅游 就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一点 他在大理排队乘坐儿海的观光车 看到人山人海的爷爷奶奶们 他们就三个年轻女孩 觉得难以置信 因为我朋友,他们三个女孩抱的是 中高端旅游团 全城五星级酒店的那种 他说想想就知道 这些爷爷奶奶大妈大爷们 他们的退休金有多高了 但是我在网上也看到另一种声音 有网友说 除了上调城市人员的养老金之外 能不能给农村的老人 也上调一下养老金呢 确实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背景 领到的养老金数目呢 是天差地比 农民可能每个月就一百多块钱 而退休的机关干部们 他们也许领到的养老金呢 一个月有几千块 这种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这也跟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现象呢 是一致的 找对象的时候 家人都会下意识地问问 孩子的对象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 问的不是区域 问的其实就是养老金 城市双职工老人退休 两个老人一个月退休金可能有七八千 不给孩子添麻烦 还能补贴一些孩子 那么在农村呢 两个农村老人一个月的退休金 加起来不到四百 纯纯的孩子的负担 所以你会发现两个截然不同的现象 城市出现了全职儿女 儿女不去上班 在家里面专心照顾老人 老人从自己的退休金取点钱 就当做孩子照顾自己的工资了 一家人也其乐融融 但是农民可不这样 过去的是经济高速发展 很多超过50岁的老林农民呢 可以进城找工作 特别是建筑行业 虽然很辛苦也很危险 但起码收入还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呢 经济发展的速度放缓 很多老龄化的农民 连工作的机会都失去了 而年轻的一辈 由于高昂的结婚成本 比如彩礼啊 房子什么的 还有育儿成本 那么养老人呢 也只怕是有心无力 庞大的农村老人们 仅靠一个月一百多的退休金 那么如何生活呢 有人说养老金的发放呢 是按照每个人 做出的贡献来衡量的 这个也没毛病 但是人家农民也做出了贡献 而机关领导 再值得缴纳社保 也是从2014年开始的 以前都是没有交过的 而从2014年 补的养老金 也是财政拨款 事业单位好些人 只交了几年社保 但退休时 视同工龄 就当做交了一辈子社保 所以说 还是要重视一下 农民的养老问题 虽然现在社保压力很大 但应该在现有的 养老资金池面里头 进行多寡的一个平衡 而不应该区分过度的档次 这样会加剧 贫富分化 那么整个养老呢 也难以平衡协调 政策上 应该像狡辟时间长 基本养老金低 年龄大的 以及农村人上去倾斜 把这些人的 基本养老金涨幅比例 提高一些 这样才能体现出 社会的公平 大家觉得呢 你们同意吗 我是泡宝 感谢收看 拜拜